当我们见到朋友都会打个招呼 说一声你好 文安是人际关系的一种互动、沟通 但是在初期基督徒见面的时候 他是会互相说一声耶稣是主 这句说话对他们来说 比普通的文安重要得多 原因是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 也是基督徒之间互通身份的信号 因为当时在罗马政府统治下的以色列人 说耶稣是主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而对罗马人来说 只有海撒才是主 效忠耶稣就会被捉了 甚至有杀身之和 耶稣是主是衡量着基督徒的标准 最早承认耶稣是主的是多玛 他起初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 但是当耶稣向他显现 他立刻对耶稣说 我的主我的上帝 只有在圣灵感动之下 人才会能够称呼耶稣是主 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九节那里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可见相信和承认耶稣是主 是得救的证明 称呼耶稣是主对我们的信仰是很重要 第一 耶稣是主也都代表他是上帝 犹太人不敢称呼上帝的名字 所以中文圣经也 耶和华这个名字 他们用主代替 当多玛说 我的主我的上帝 即是承认耶稣是上帝 第二 在当时劳伯的社会 称呼耶稣是主 也都代表 人承认自己是耶稣的劳伯 同他的主权 愿意信服 和跟随他 新入圣经加拉太书 二章二十节 那里这样写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恩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我们今天 以耶稣为主 是因为他先爱我们 我们为他而活 只是会认他的爱的 因为这样 使徒信经这一句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对我们来说 是多么重要呢 请大家和我一切同心祈祷 主耶稣 我们尊崇和敬拜你 你是上帝 万失要向你敬拜 万口要向你承认 你是主 你是王 主耶稣 你本来就是与上帝同等 但是你反而 倒虚自己 取了劳伯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并且为人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愿意 以你为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 一生为你而活 背起自己十字架 跟随你 有求主 使我们用心读你的话语 遵循你的旨意 你曾经说过 凡称呼我主耶主耶的人 不能都尽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 的人才能尽去 主耶我们知道 是今天的自由放纵 最恶充斥的世界 做你的门徒 是不容易的 不过 你敢爱我们 我们愿意以你为主 就算要付出最大的代价 也都要紧紧地跟随你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 在人事不能 在你 却凡事都能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谨心吐意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的事项 传真至 prayer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赐福看顾你